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很感动 最后一记高飞球接杀时 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 那其实我们下午队 对到冠亚军跟日本队比的时候 一开始其实大家打得 就是满绑手绑脚的 有点太过紧张 我们很多残累 那我们好在说我们的手背 我们今天手背上 完全几乎都没有什么失误 对 所以全队才有这样的成绩 南亚杯少棒赛今年第十届 分为十岁以下和十二岁以下两组 有来自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 新加坡 日本和印度等共十五支球队参赛 红叶国小为十二岁以下的组别 他们先在四强赛 立刻去年冠军队伍将互穿 冠军赛遭遇日本凌空少棒队 仍以三比零玩风对手多下冠军 能够得到这样的冠军 对小朋友 对学校 以及对我们台湾都有很重大的意义 在国内的话 小朋友的视野 还有他心胸 以及他的耐力 那个持续力 我们认为国外跟国内的比赛 毕竟有所不同 红叶少棒队投手胡温点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南亚杯 他获得最佳MVP 他在受访时说 自己投得有点不错 拿下MVP则是感觉很爽 拿下MVP则是感觉很爽